大家好,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猪肉松吧 做肉松要选择纤维粗,吃防少的纯瘦肉 我用了猪的做臀肉,也就是后腿肉的上部 把肉切成五厘米见方的大块 拍一块生姜 锅里放上肉块,生姜 加水腌过肉 倒一点料酒去腥 煮开后撇去浮沫 高压锅上汽后,用小火压半个小时 把肉彻底煮烂 煮好后,趁热用叉子把肉分成丝 倒进厨师机 用K字角 速度1 搅拌一分钟 肉丝就基本完全被打散了 调味 我加了生抽 蚝油 糖 和五香粉 味道你可以搅拌以后尝一尝 我用厨师机来炒肉松 温度70度,时间先设定为1个小时 没有恒温厨师机的朋友可以用炒锅 在炉子上用最小火翻炒 我试过用微波炉和烤箱烘干 效果都不好 肉很容易变成肉干 所以这两种方法我不推荐 一个小时以后肉松还不够干 需要继续翻炒 这时可以设定每五分钟检查一次肉松的状态 喜欢芝麻和海苔的,现在就可以加了 你会发现,肉越炒越轻盈,越炒越蓬松 300克猪肉,我前后一共炒了75分钟 最后得到了150克肉松 一丝一丝非常细腻 入口即化 肉松自由,轻松实现 自己做的肉松真材实料,比较健康 放冰箱冷藏可以保存一周左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更多美食与你分享 感谢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